看到李嘉诚说什么呢? 李嘉诚说宣布退休啦 很多媒体都说啦 他自己都说宣布退休 是不是真的退休呢? 他就把长和的主席交给他的大儿子李泽巨 他说做资深顾问 算不算是退休呢? 他说将会放很多时间进他的基金会里面 即是说许称的第三个儿子 这样很多外面的媒体都报道啦 现在你看到这个就是纽约时报中文网啦 标题说什么呢? 李嘉诚宣布退休 将位置交给他的长子李泽巨 接管这个商业帝国 长和有几帝国呢? 分布全球都有的嘛 长和里面除了地产 很多都有的嘛 地产也有 零售也有 电讯也有 码头也有 码头也有分布很多嘛 那样你看回长和 看回现在地图啦 现在看到这个巴拿马 那当然说巴拿马运河啦 巴拿马运河现在是被长和管理的嘛 那巴拿马运河是大西洋去太平洋 一个捷律来的嘛 亦都是生命线来的嘛 那你说是重不重要呢? 那长和都控制住这个大西洋 由大西洋去太平洋这个生命线 对不对? 那码头分布在全世界都有啦 基本上 那零售啊那些电讯啊 都买很多啦 做很多啦 那今天想说呢 不是说说他这个商业帝国有多大 是说他这个宣布退休这个会议里面呢 那有些记者问他一个政治问题 那政治问题一定是大家想听的啦 那政治问题问这些 问李嘉诚那麽多人问他 他一定一个答案 标准答案的 一定没有惊喜的 那想说他说的什么呢 一地两检问题 还有怎样看习近平清帝 那跟大家分析他说的里面那个话语啦 一地两检 那他用他用加拿大和美国的一地两检标准啊 你形容这个一地两检 那加拿大和美国有一地两检的嘛 那加拿大和美国是啊 李嘉诚常都称华法治国家之中的其中两个 加拿大和美国嘛 他们的法治体制都很成熟的嘛 甚至是民主国家和自由国家 货币自由流通的嘛 都是李嘉诚很喜欢经常提的一个要点来的嘛 对吧 法治 那你说回香港这个一地两检呢 为什么这么多人争论的地方呢 就是中共 中共啊 它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来的嘛 它是一个人治国家来的嘛 对吧 人治国家怎么可以和那些法治民主国家比呢 没得比的嘛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这么大争议呢 一地两检 对吧 你看回一件事就是 之前曾经有 我想早几年前他开这个业绩报告的时候 都是有一个内地记者曾经问过他 会不会在中国里面A股上市呢 李嘉诚也是标准答案啦 最终李嘉诚有没有上A股呢 里面呢 没有啦 一定没有啦 走都走不适了 还上A股呢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他怎么看李嘉 怎么看习近平清帝 他这么说的嘛 他说如果我入一票 我都会投给习近平 是吧 如果 即假设性啦 即是他没有啦 没有票投啦 即是没有投啦 那这又是标准答案啦 是吧 那 票就投给李嘉 不是票 票就投给习近平 那钱 我实说 钱不用说的 一定投去欧洲的啦 是吧 那这个商业帝国 讲到明这个商业帝国 大部分的钱 李嘉诚的钱 大部分啦 绝大部分 都是投放在一些欧洲里面 或者是英联邦的国家里面 一些法治体系健全国家 大部分都是的 这些不用说啦 票 投给习近平 钱 就投给 欧洲 这些地方 就是这个问题就说 看出 你不要看这个票 不要就是不要 将中共说的东西 那么入心 或者那么认真 票而已 有什么所谓的 你投 投给他 这些所谓 这些废票 这些废票来的 投就投给他咯 有什么所谓的 他喜欢就让他开心一下咯 但实际上我钱 即是李嘉诚 钱就一定投放在其他世界各地 最大部分都是投放在外面 中国里面极之少 对不对 极之少 即是走就走 一定走啦 甚至有些人阴谋论来说 李嘉诚 李嘉诚 即是李嘉诚 别让李嘉诚走中共媒体 又说 你进来中国 怎样照顾你 怎样成为 多少优惠你 你想想 八十年代初 多少港商进去 初初最最近 深圳 东莞 开厂 投地那时 你都一样是给很多优惠的那些港商的 不是压水进来 对不对 你一定是老实说 商人就是看这东西的嘛 利益 你给很多好处 我就进来投放咯 不只是李嘉诚 很多人都是的 很多商家佬 你想想那时 那些人上去开厂都是的 土地优惠 多少优惠 即是你只是说李嘉诚 个个你不说 不过李嘉诚大嘛 李嘉诚他有一个叫做风向飘 风向飘嘛 即是李嘉诚走 好 可能令到好多人会跟随这个风向飘走的嘛 事实上李嘉诚看东西真的很准的哦 他走哦 对不对 你看回其实 在里面 中国里面 发职的 企业 中国企业 好像你看回两个 马云和马化腾那样 马云 阿里巴巴 在哪里上市 美国上市 马化腾 腾讯 香港上市 老实说 现在又说全 又说全中国想吸引回 马云 回去中国里面上市啦 那样 老实说 他们 都知道的啦 他们更 即是这些生意人 政商关系在中国里面 在中共里面 他都知道里面的关系是怎样的啦 对不对 他一定是讲关系 在中国里面发职的一定是 必然是讲关系 你有关系良好 你就一定是会发财 但立品 一定不会立品啦 又说回李嘉诚 我很欣赏李嘉诚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说李嘉诚呢 李嘉诚呢 他对记者的处理方法呢 是有一手的 真的有一手的 他很宽容 真的很宽容 你看一下 很多人批评也好 正面也好 负面也好 他都笑容满面的 对记者也好 这次他退休 下车特意给记者拍 跟记者说下车 甚至很多记者 在他的大闸门口 拍着他怎样做运动 他都不会一样做运动 你想想 李嘉诚到今时今日 管理商业帝国 就是怎样 其实他跟人的接触关系 是很良 一定是有一手的嘛 你看跟记者都是 甚至第二件事 我都赚了李嘉诚 说回2014年 发生的很多人称 占领行动 我称就是雨散革命 李嘉诚说的就是雨散民动 是唯一一个商家佬 敢说雨散民动 其他那些怎样标签 对不对 又说暴乱又说 怎样乱发 是李嘉诚这样说的 所以为什么我 那么 就是 挺喜欢李嘉诚 就是他一来他敢言 他敢说话 二来他真的有时 有时他真的会说良心话 学生运动 你想想2014年 雨散革命 就是一场学生运动 全世界都见到的 井井有条 虽然他霸占了街 霸占了城 他怎样 有没有抢落店铺 没有抢落店铺 有没有整到整条街 骚髒了 没有 你看到那些学生 一样在温书 一样在学习 这些学生是香港的未来新希望 李嘉诚是很注重教育的 为什么他在汕头投资这么多 在汕头大学 所以这次学生运动 李嘉诚是用雨散运动 来形容这次学生运动 是唯一一个 所以我挺欣赏他 一定有人喜欢一定有人不喜欢 你想想 你做了这么大 你想想他那个视野一定是 他的看法一定是很准的 很准确 甚至他的决定一定很果断 至于是否说 你说阴谋论是否说 跟中共里面的关系不好而撤走 其中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我曾经说过了 投资者 做投资者一定是高位沽低位买的了 这些是全世界 全世界是投资者必然定律来的了 是吧 所以你想想李嘉诚他着重持这么多现金就是这样的 世界变坏莫测 随时你拿着砖头拿着实物 世界变化莫测你走不到 你想卖的时候出现什么洞洞 不断跌 曾经当时董建华上台当时百万八 楼价跌了五成都是这样 对不对 为什么有一个名词叫负资产 所以李嘉诚有些人不喜欢他 控制住 甚至有人说香港是属于李嘉 香港是属于李嘉诚的家 即是李嘉诚控制住整个香港的生活 生活必须啊电啊住啊 甚至你买的那些白街啊那些都是李嘉诚的嘛 很多电讯都是啦 都是李嘉诚的啦 好像衣服那样都是啦 我用衣服的老实说不怕 我都用李嘉诚的那些东西 是吧 即是你看回李嘉诚就是这样了 他可以做很多东西 想很多东西 他看到的东西 他看到的东西 应该说他看到的问题 你察觉不到 他即刻决定 怎样撤走 或者那些人说的撤走啦 其他做那些所谓地产商 或者地产地产霸权 真是什么都不知道 到头来 哪个输家哪个赢家 就有时间决定咯 个人意见 独立思考 讲完